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 就是得罪基督 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 我就永远不吃肉 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得罪一个人可以是故意去做的 但大部分都是无心冒犯的 但得罪基督就是轻看了基督 忘了基督是我们的元首 不能够轻易的得罪 这段经文是用吃过祭拜的东西来做例子 来提醒信徒们 我们若不小心谨慎 我们就可能不小心在软弱的弟兄姐妹面前做了错误的榜样 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呢 包括了年纪小的或刚信主的 或信主信了很久 但信心却还是很不坚固的 这样的人其实我们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我们可能真的会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去得罪了我们的弟兄姐妹 但是我们只能尽力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小心的去说话行事 信仰呢 它带给我们的自由相当的多 例如基督徒敢买鬼屋 也敢买凶宅 不需要看着时辰去办婚伤喜庆 吃东西也没有什么机会 然而我们身边的非基督徒也会看着我们 来评论我们 所以如果身旁的人只来评论我们 其实不过就是浪费口水的行为 因为呢 我们身旁的人 无论他们怎么批评 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如果我们的行为让我们身旁的人离开了基督 那我们就得罪了基督 所以经文提醒我们 第八节说到 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们 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 吃了也无益 只是你们要谨慎 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 其实不单单是食物的 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行为 可能做与不做都不会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可是却会影响别人与神的关系 我就想到做生意如果不诚实的话 就会让那些信心软弱的客人对基督产生了反感 或者是基督徒的老板亏待了信心软弱的员工 那员工对基督也会产生反感 在婚姻里 基督徒的丈夫不懂得爱信心软弱的太太的话 太太也会对基督产生反感 基督徒的太太不懂得尊重先生 特别是信心软弱的先生 先生也会对基督产生反感 所以我们需要谨慎行事 不要让我们的行为绊倒了别人的信心 这段经文的应用呢 我们要来用在自我反省 因为他的对象是一群在哥林多教会自高自大的基督徒 而不是拿来检讨别人的 让我们一起来默想一个问题 生活上的哪些行为容易使信心软弱的人跌倒 而使我们得罪基督呢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赞美 我们谢谢你 不会因为食物来衡量我们的价值 衡量我们与你的关系 但是求主你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让我们谨慎 从食物开始一直到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行为 我们能够有一个体贴圣灵的心 我们能够敏感 也有一个顺服的头脑 能够去按着神你所教导的去行事 好让我们呢 不会轻易的得罪别人 也不会轻易的得罪基督 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贴圣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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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